大家好,我是Word & Rhyme English的Muze 那么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三个课程里面的其中一个课程 也就是Grammar啦,语法 那么什么是Grammar语法呢? 语法就是我们选你的所有规则 那么英文也是有它的规则的 那么很多嘛,马来西亚的孩子,尤其是华人 他们从小都是讲到英文 所以他们就用华语的那个Grammar 他用在英文上,这个是Dekno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Grammar课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给我们的老师呢,都会这样做一些slides出来 所以是very powerful 然后我们会符合孩子们的 他们都看到,都会觉得想要睡觉 所以我们有做练习题 这些都是我们老师自己做的一些slides来的 我们非常注重孩子们,也不明白 所以我们整个流程呢,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在孩子下课前 一定会给他们玩一个 线上考核式Look at Quiz来的 它就是一个以游戏模式的一个Quiz 那么主要就是测试孩子们 到他们不明白当天的课程 不明白的话 他就要留下来 老师就必须要再解释 给他们明白为止 我们是怎样进行的呢? 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会给孩子们进来 留个练习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 老师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数 有些人他怕什么分 有些人拿100分 那么当然也是有一些人 可能他的分数比较低 那么这些分数比较低的孩子们呢 他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吧 你看,老师在这边的时候 重新再讲解 对了,然后老师会进行 教练习题 然后再试试他们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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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老师会继续的测试到孩子们 明白为止 就是我们的 grammar class 一定会 follow的一个达手评 孩子就不会热热下学了 我们的老师一例呢 都会去考这个South Island 都会结合老师的联会 进入我们这边内部的训练 所以是 make sure他们的学校 出来的课程 都是生动有区间 而且是proven有效的 这边的学生呢 除了他有拿这个 Campritch的assessment之外呢 我们也是有派他去 无数个的competitions 然后就赢得了很多那些奖杯咯 你看这个都是 孩子们赢得的奖杯来的 谢谢大家